各位你好 近日的疫症真的很厉害 大家真的要小心身体 因为这个疫症攻击免疫系统 所以最大件事就是暂时还没有药可以治疗 而且好像跟沙士一样 就算你中了被你治疗很多后遗症 所以你无论大巴卿也好 各位巴打 都是最好出入戴口罩多些勤洗手 上个星期的球队真的不是很开心 我自己一队又输了 从西甲把打比巴赛又是 打得不像什么又输了 说回一场西甲打比 其实上半场大家都很平均下 但是谁不知道到了下半场 突然间黄马的压迫很厉害了很多 其实坊间已经有很多战术分析了 只不过我有一个 关于这场球我就有一个 我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你美斯 其实在前面等球真的等不了 所以突然间 所以他这一场球就有很多时候 躲回后面 但是问题就是 美斯如果到了这个年纪呢 只能够在 前面等球 因为如果他下去中场中呢 根本就是浪费 很有趣就是美斯现在的定位 只能够在禁区顶 西范围 如果他打假狗呢 他都不会回来逼抢的 如果他下去中场中呢 其实他这些人呢 全部一 一拿到球呢 就是找美斯来比的了 如果巴赛还是这样打下去呢 都挺难打的 现在落下给黄马一分 其实说起巴赛也有两方面的 他的转会策略 他自从那一 自从前年黎马 被PSG叫走了之后 他的转会策略简直失了上 首先就是一亿四千万买了单比利回来 但是这个球员呢 其实 真的没什么用之余 还是商多个踢的 跟着2018年冬季有1.4亿来到买了古天奴 再其次就是今年一亿又买了基沙文回来 但是问题基沙文呢 他又做不到支点 其实他是取代不了苏亚雷斯的 但是你问题你这么贵买回来你又不能够不用他 等于来到今季 其实你自己都已经没人用了 你居然去借了佩雷斯给这个罗马 冬季的时候 因为医学报告就说丹比利要重伤所以硬强抢了人 在这边的前锋 叫什么 巴夫位置 你近年来巴赛的转会 当然是莫名其妙到极 这场球半场的时候 黄马在下半场 出奇地的体 其实本应 黄马在上星期欧联 温城会被巴赛的打辞 打辞一天 实际上 其实体力 应该不会更多 但下半场的体力 就会比较 但这场球下半场 黄马在上半场 受不了 上个星期 在那场球赛的 其实欧联对曼城 其实很多球赛的 这场球赛的 是有点体能优势 但是在这场球赛 压迫都不强,下半场黄马,不知为何,压迫突然变得很强劲 更加霸赛,没有速度型的前锋 所以黄马就把握两个机会 所以详情我不多说,有一个球员就是马歇路,有一下叹为观止 他在后面,居然在后面追回尾斯,在禁区顶一 一入到禁区,一下铲就铲走了他的球 这个不就证明我上面的说法,就是因为马歇斯不适而度得太后 因为他没有了爆炸力 如果他要太后爆入禁区,所以没用 说回巴赛,现在他的转会就是说 其实现在他高价买了那几个球员,例如古天奴 古天奴看来下届拜仁都是不会买断的 也都未必再续借 至于单比利更加是相当于踢的 所以其实他们这几个很高价的转会 其实买回来都是,买些人真是没什么用的 现在最糟的情况就是买回出去都没人要 其实巴赛近年他清奋都出不少人了 其实他现在这个主席巴图姆呢 他的政策真的很奇怪 完全不喜欢用清奋的球员 他好像古古里娜那些借给人 今届其实佩雷斯啊 这些都打得不错的 发敌就整天都没机会的 但是佩雷斯就是自己借了给罗马 宁愿自己打劫别人的前锋 所以未来的巴赛都是这个烂摊子 其实有点棘手啊 所以就是看2021年这个重选会长之后就是 可能是巴赛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关口 其实这次我本来预备了一些 黄马和巴赛的历史 不过另外有一件事我想先说先 所以这一件可能是我或者下个星期 我会另外做多一条片来说 那上个星期我真的有这么巧 就真的看了一场这个德甲 何芬咸对这个拜仁布尼克 那这场比赛呢 那去到尾段的时候 拜仁已经领前到6比0了 作客 那但是呢 突然间那些球迷就鼓噪起来 因为当时我都其实 其实 他们说反对他们的班主 所以跟着呢 绕阳了很久之后 没多久之后 那球员出回来 那跟着就是他们就不开 不是比赛啊 而是全部在中圈那里 将球在那里互传之后 十几分钟就直到原场为止了 那 上个星期因为我看过一个网上节目 看波台啊 那他们就详细解释这件事件的 来龙去脈 因为他们其实是反对 因为其实是跟一个 德甲的一个制度有关的 就是叫50加1 所以这个 这个50加1是什么来的呢 这个制度呢 详细的情况 你就是 看回这个 可以看回看波台 不过如果你没有机会看到呢 我在这里也可以解释一下 原来你得 他在德甲呢 譬如如果要外资 要投资 班主要投资 投资是一间球会呢 其实 德甲的制度就限制了班主 只有49个percent 华士权 即管你 其实是那间球会 你占了100个percent的股份 都好 其实你都只是得49个percent 的投票权 另外那51个percent是什么呢 他就是 就是他们 德甲就是行会员制了 另外那51个percent 就是在 会员的 投票权是在会员那里的 那会员是包括什么呢 球迷 就是合资格的球迷 和这个球员工会那里的 所以这个会员工会和球迷 的投票 就是这个会员的 所以这个会员的权利有什么呢 有三方面的 飘加 第一 第二是球会的基建 就是等于主场 兴建主场 或者有些建设 第三就是主席的人选 就是说其实 会员球员 会员 是有权罢免的主席 那这个制度就是在1998年成立的 他其中有一项就是说 如果你 一个班主 他拥有一间球会超过20年 20年呢 他就可以获得豁免权了 可以不受这个50加1的限制 那现在 那现在 何分咸的主席 何普呢 他就在2000年那里 开始是 是 买了何分咸这间球会的 入主何分咸这间球会的 那他到今年是2020年嘛 所以就刚好是20年了 所以他即将获得豁免 所以 何分咸的球迷呢 就在这场主场的赛事就是 发起示威了 所以他们就是不想 这个班主是获得 50加1这个豁免的 因为他如果获得豁免之后 他们就变成了没有投票权 没有办法参与球队的事务 所以其实这一节呢 我想分开两个星期 因为 这里呢 我说到这里呢 我会说回一件历史事件 因为 我看到这一场球赛呢 我想起一件 旧事也挺有趣的 至于你这个50加1 我自己就自己的意见 和 对于德甲有些看法呢 所以会下个星期才录 我会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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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